一般性的字幕功能呢 其實就在上面這裡 來這邊 我們就用預設的這個就好了 簡單把它拉下來就好 所以如果說我的影片要加上字幕 其實它這裡還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功能 如果你真的是影片比較長的有沒有 我就不建議你用這邊一個一個對 這樣比較累 因為在這裡有另外一個工具 叫字幕工法 但是注意一下免費版沒有 這是所謂付費版本的 付費版本就是你要 有聽過電子塔有一種叫字幕機吧 就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它把文字檔都有的 那我就自己對好就好 怎麼第幾秒到第幾秒 上哪一個字幕就上去上去上去 那你可以把那個文字檔準備好 你只要在上面指定好時間就好了 這樣清楚 所以如果你長的 我就不建議像剛剛那樣慢慢打慢慢對 那個是有錢有錢的人才做的事情 不是現在有錢有錢都是做投資 不會幹這種事 所以你如果是一般性的 就是比較短的 我就建議你用這樣丟下來就好 那丟下來的話 一般我們標準都是丟在T這個 T這個就是字幕 當然你丟上去其實也是可以接受 那怎麼辦點兩下 DOTO 一樣是不是進來了 但是這邊你有一個要注意的 我們字幕一般會出現在哪裡 大部分一個是在下面 另外一個是在右手邊或左手邊這裡 但是這邊可能就會變成直式的 直式的 所以我們如果是在右手邊 你要變直式的有一個前提 來我先把那個顏色稍微改一下 字幕原則上 你回想一下你看到字幕大部分是什麼顏色 比較多 大部分都是黑罐就白嘛 對不對 比較常見的 那假設你是白的 那問題來了 我放在白板上 是不是就看不清楚 通常還會搭配一個什麼 外框 有沒有看到外框 外就是加陰影 最常見大概這兩個 那外框呢 你可以來這邊直接設定一下 比如說我搭配黑的 但是字幕不太適合太細的字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預設類似細明體 所以效果這樣 現在是比較大 所以還好 可是如果字變小的話 很明顯的會枯起 所以通常我們字體的部分 會選擇比較稍微粗一點點的 大部分用黑體 或者是那個 就是稍微粗一點點的 但是當然不會太挖俏 就是稍微這樣粗一點點 有沒有這樣會比較明顯 這樣比較明顯一點 那這樣子 然後你的框的部分 你也可以自己決定 我的框的粗細 有沒有這樣會比較粗一點 所以你可以自己行決定一下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我的字要變直了怎麼辦 你千萬不要告訴我 你會這種方法 這種方法我也會 應該是個人造業個人單 什麼意思 你按了四個 萬一你要改 你要倒退四個 對不對 所以千萬不要幹這種事情 那怎麼樣才能夠讓字轉正 我要旋轉 對不對 你看上面有個綠色的轉正 但是它還不會理你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的字型 現在的中文跟英文都一樣 你會發現這裡有這個中文字 可是我在往上走 怎麼走那麼久 有沒有發現還有別的中文字 有齁 剛剛一閃而過 奇怪我沒有用絕招啊 你會發現一樣的字體名稱 可是有的字體前面有個小老鼠有沒有 有個A 這種的表示是會字會轉90度的 所以你在這邊就是要找那個會轉90度的 我真的不想 我只有點一下而已 可是它都會有跳很遠 所以等於 雖然我們是有中文跟英文字型 可是這裡事實上是顯示四個 有沒有這樣有看到的 所以如果說我要用POP好了 假設這一個 有沒有轉正的 你看在這裡 也就是我本來是這樣子 然後我只要轉90度 是不是就過來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是你在用字幕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那如果假設這樣OK了 你就可以看你的影片要多長 我就這邊 就可以把它拉長一下 那因為我這邊比較小 所以我把它縮小一點 其實螢幕小就是這個缺點 老師那邊上上下下的 好拿過來 OK 這樣這樣有沒有就看到了 所以我整段影片 整段影片後面這邊 有沒有都有這個 這樣清楚一般的字幕 在製作的 注意的地方 原則上就是會加外框 或者是用陰影的部分 陰影也可以 陰影也可以 所以你知道 哪預設的拉進來 最重要的是那個字型 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如果90度要早 有小A的 好 那我就還給你囉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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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